澳洲将阻止退役军人培训中国空军 澳洲国防部马尔斯要求军方审查保密措施 以阻止中国招募澳洲退役军人培训中国空军 而英国和加拿大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担心 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在11月9日表示 他已经要求军方审查保密措施 以阻止中国招募澳洲的退役军人培训中国空军 他要求国防部调查有关中国招募澳洲退役军人 作为培训人员的报导 他说国防部现在已经提供了充足的讯息 已经足够令到他非常担心 这位是澳洲国防部长 他要求国防部对于适用于前国防人员的政策 和程序进行详细审查 特别是针对掌握国家机密的退役人员 马尔斯拒绝透露是否已经有澳洲人 现在正在训练中国的空军 他说情报机关正在调查一些案件 现在重点是确保针对国防人员的政策和程序 予以审查和确保他们是充分的 如果不充分的话 这个系统存在弱点 我们要绝对保证完善 另一方面除了澳洲担心之外 英国和加拿大都是担心的 英国国防部上个月发表了一份警报 警告退役和现役军方的飞行员 不要参加招募 他们的中国猎头计划 中国通过猎头计划 现在招募着英国退役的空军 英国退役空军如果是走去中国训练 原来现在BBC曾经报道过 现在大约有30名英国退休飞行员 正在中国培训中国解放军的飞行员 这些退役的英国飞行员 是获得的年薪高达24万英镑 英国的退役空军去中国训练 中国的解放军的飞行员 年薪大概240万港元 那么高身当然是很吸引 加拿大国防部也在调查 究竟加拿大本国的退役军人 有没有去训练中国的解放军 有没有做到这个保密承诺 因为原则上他们是要有一些 关于国家机密的保密承诺 澳洲的智库国防协会 有一位首席的执行官叫尖武士 他就说澳洲关于叛国、背叛 还有保密保护的法律是错终复杂 要取决于具体情况 他说如果现在这样的情况 在非战争的时候 其实很难指控哪个人犯有叛国罪 你不可以说澳洲的战斗机的机司退役 走去训练中国的解放军 你就说他叛国 这个情况又好像是说不通 因为你走去训练中国解放军 第一,你未必提供澳洲的空军的机密 他可能只是训练他如何握个飞机 可能是1020 反过来想 你会不会因此而获得1020的机密资料 我在这里担心 其实英国、加拿大、澳洲担心他们的飞行员 去训练中国解放军 都不是现在的 今时今日的 此时日上 美国都相当担心 在10月21日的时候 前美国飞行员杜根被捕 杜根退役之后 他是由澳洲搬去 他在美国移民澳洲 由澳洲再移民 去了北京 就跟北京一位叫做Steven Soll的人 合作 組公司 那现在就查出 这位Steven Soll 就是被视为 一个重要的中国乞客 那已经是在英国被捕 在美国被捕 那所以现在 美国呢 就想引渡 杜根 就是杜根 现在是被澳洲政府拘捕了 那这样 那就 美国就想引渡 这位前飞行员 回去美国 由澳洲回到美国 受审的 那现在这个案情 还是进行中的 那这样 那也都可以显示出 其实就 就是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 都非常之紧张 他们的飞行员退役之后 受到中国的高薪 高薪的吸引 走出去训练 我们的解放军 解放军的机师 那样的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 第三个题目 好 那第四个题目 不过其实呢 如果真的 这些飞机师去到 接受高薪训练 训练中国的解放军 那我觉得他索性 不如移民 移民去中国 好 最后讲一讲 香港的 最近的热门话题 大家都要小心 除了我们的 面对现在的 新冠疫情之外 我们又要面对一件事 就是类被追 类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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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被列为 法定情报存染病 市民应该采取 几个预防的措施 避免接触受污染的土壤 接触土壤 和进行圆毅活动后 以洗手 不要饮用 不要饮用 未经煮沸 或者未经处理的水 排走每日 守一分钟 由水喉流出的食水 才好拆牙和洗面 或者洗洗 洗澡 这个就是港府的 医务卫生局 对大家的冲谷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 原来我们今年 香港共录得35宗人类感染 类被追的案件 其实其中22宗 有20人是深水埗的居民 所以有理由相信 深水埗区 可能某些水源 或者泥土 就是污染的 事实上也都调查发现 区内的配水库 有32个泥土样本 验出类被追菌 其中有4个样本的 细菌基因排序 和区内的患者 极度同源 这些类被追菌细菌 廣泛传于泥土和泥水中 特别是湿润的黏土 如果有人接触到 受污染的泥土和水源 可能有机会 受到这些类被追菌感染 然后通过 接触患者的血液 或者体液传播 而高危的人士 包括糖尿病患者 肺病患者 长期病患者 以及从事农农者 全部都是高危的 所以防护中心提醒市民 这些高风陵群组 在暴风雨之后 避免接触土壤或泥土 因为大风大雨之后 随时在泥土里隐藏的细菌 可能被水冲出来都不顶 所以泥水可能会受到类被追菌感染 现在很明显 深水埗区就是一个高危的地方 至于类被追菌的常见病症 包括发烧、头痛、咳嗽、咳血、 局部、淋巴结肿、大 所以当过来呼吁医生 对一些临床判断病症的时候 有否感染这些类被追菌 要多加留意这些患者究竟 有没有曾经短期和土壤泥土接触 最令大家担心的是 这个类被追菌的死亡率 竟然高达40%至75% 现在没有一个疫苗可以防止这个病 都挺令人担心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一点 其实都是的 你一向接触泥土 你都会洗一洗手 做些消毒 如果接触泥土 或者从事农业的农务方面 接触泥土或者泥水 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里面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 也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石楼台新节目 10分钟看中国 每日用10分钟 告诉大家 中国发生什么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对看 现在很多媒体 比较少说中国的新闻和细分析 而且多数都是说负面的 少有说正面消息 叫年轻人每日抽10分钟 看石楼台新节目 10分钟看中国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国家 石楼台 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瀏覽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